男人末日爆发后做的第一件事 竟然是自费了自己的一腿一臂 因为只有这么做他才能够活下去 原来男人是一名重生者 前世他在执行任务时遭到了队友的出卖 最终惨死在了怪物的力爪之下 等他再次睁开眼眸时 却发现自己重生回到了末世降临的那一天 看到手机里公司领导发来的加班信息后 他更加确定自己这是重生了 因为前世他就是收到这条信息后爆发的末日 既然上天给了他重活一次的机会 这一世他发誓一定要当末世的王 绝对不允许任何人将自己踩在脚下 看了眼桌上的时钟后 他甚至留给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再过两分半全球就会爆发一场恐怖的事变天灾 到那时将会有九成的人类变异成丧尸 同时世界上也会陆续出现多处宝地 进入宝地不仅有机会获得稀有的道具和装备 同时还有极低的概率得到隐藏职业的卷轴 越早进入宝地获得隐藏职业卷轴的几率越高 所以说什么这一世他都要抢占先机 于是他立刻整理好了装备准备出门寻找宝地 因为他清楚地记得 前世就有人在小区便利店附近发现了一处宝地 可就在这时 门口却突然传来了一阵凄厉的惨叫声 下一秒大门就砰得一声被人直接撞开 而后一具被咬得血肉模糊的尸体 就扑通一声摔到了文宇的脚下 紧接着一只丧尸就猛然朝他扑了过来 看到这一幕的文宇不仅没有露出一丝恐惧之色 反而还十分兴奋地掏出了武器 因为这种低级的丧尸 在他眼里就是送上门的经验值 而且丧尸的弱点他也一清二楚 只要精准地命中丧尸的魔器核心 就能毫不费力地干掉丧尸 随着丧尸扑通一声倒在了地上 文宇的脑海里突然想起了一道系统音 击杀出击丧尸一只 奖励一点积分 这可把文宇高兴坏了 按道这一切果然都跟前世一样 上一世在末日降临之后 马内就沦为了废纸 想要购买物资或是装备等道具 就只能使用积分在石柱商店进行兑换 积分就相当于货币 但积分却无法交易 想要获取积分 那就只能猎杀丧尸或是变异怪物 积分还可以让普通人进行转职 只要凑够二十积分 就能转职成法师战士射手这些普通职业 而这也是普通人唯一逆天改命的机会 前世文宇就跟大多数人一样 因为胆小懦弱不敢出门 所以才错失了前期最佳获取积分的时机 最终沦为了人人欺凌的蝼蚁 因此这一世 他绝对不会错过任何变强的机会 随着他走出房间 一时间走廊上 所有的丧尸都猛然朝他扑了拐 见状文宇没有丝毫的犹豫 立刻就抽出武器冲进了尸群 此刻的文宇 就犹如一头饥饿的猛虎闯进了羊群 肆意地挥砍肆意地屠杀 周遭的丧尸无意不是处之 即死沾之则挂 漫天坠落的残肢断壁 犹如暴雨般连绵不绝 顷刻之间 文宇就干净利落地解决掉了所有的丧尸 接着他立刻赶到了便利店附近寻找宝地 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刚到便利店他就遇到了一只变异犬 要知道这可是比丧尸更加恐怖的存在 在转职之前 自己绝对不可能是这家伙的对手 还没等他搞清楚状况 变异犬就突然嗷呜一声朝他扑了滚 见状文宇立刻掏出武器摆好了战斗姿势 随时准备跟着畜生一鸣相搏 可这时意外却发生了 直接那变异犬从他头顶一跃过 直接跳到了他的身后 却没有对他发动攻击 只是阻止他继续前进而已 此刻文宇彻底蒙了个圈 直到他将目光扫向变异犬的身后 他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是这狗东西抢先一步发现了此处的宝地 想将里面的宝物据为己有 只可惜宝地只有人类才能进入 他发现的再早也没用 于是文宇便试探性地往前挪了挪脚 可谁知正是这一举动 却彻底地激怒了这头嗜血的野兽 下一脑那股东西就张牙舞爪地朝他扑了过来 见状文宇立马掏出武器朝他猛然一刀斩去 可谁知这家伙反应极快 瞬间就躲过了这致命的一击 接着变异犬反嘴就一口咬在了他的手臂上 文宇甚至还没来得及反应 整条手臂就被那变异犬撕扯了下来 此刻文宇的惨叫声顿时响彻了长空 但他还是强忍地疼痛与变异犬拉开的距离 他深知此刻自己已经没有了逃跑的机会 想要活下去就只能赌一把 赌宝地里有一张隐藏职业的卷轴 因为转职时不仅可以获得强大的力量 同时也能瞬间修复受伤的身体 接着他立马蹲下了身子 准备一股作气拿下宝地 就在变异犬再次朝他扑过来的一瞬间 他立马一跃而上躲过了变异犬的攻击 随后静直冲向了宝地 然而就在他即将触碰到入口的那一刻 那狗东西竟然再次冲上来咬住了他的右腿 见状文宇没有丝毫的犹豫 当即就一刀斩断了自己的右腿 接着他立刻冲进了近在咫尺的宝地之中 很快他就在宝地秘境里找到了一个宝箱 于是他怀着忐忑的心情打开了盖子 下一秒一张黑紫色的卷轴就缓缓飘向了空中 看到这一幕的文宇露出了一脸欣慰的笑容 很显然他这把是赌中了 随着他伸手抓住了空中的卷轴 一股浩瀚的力量瞬间涌进了他的体内 紧接着断手断脚进奇迹般地重新找了出来 这时系统突然弹出提示 恭喜宿主成功转职成隐藏职业魂师 获得专属技能魂镜 魂镜是魂宠的容身之所 宿主每升一级方可增加一个魂镜 恭喜宿主获得SSS级别本命魂宠一致 魂宠技能一 灵魂打击 可对目标灵魂造成最高十倍的暴击伤害 魂宠技能二 魂宠加持 可使魂师与魂宠进行融合 从而令宿主获得魂宠的所有属性以及技能 并且在此状态下 魂镜内所有魂宠的技能均可供魂师使用 随着系统介绍完所有的技能后 下一秒本命魂宠就飞过来与主人完成了融合 紧接着他便开启了战斗形态 感受到这股强大力量的文语不禁感叹道 合体后的基础属性 居然比普通职业高出了两倍之多 光凭这一点我就能够做到同级无敌 没想到魂师这个职业居然如此恐怖如斯 那么接下来就拿外面那只畜生练练手吧 说吧文语就走出了宝地 而此刻便一犬早已在门口等候了多时 看着这个抢了自己宝屋的家伙再次出现 这狗东西二话没说 张开血盆大口就朝他扑咬了过来 可这次文语不仅没有后退半分 反而还露出了一脸邪魅的笑容 随即他反腿就是一脚将他踢飞到了百米开外 可这还没完 紧接着文语又朝他释放出了灵魂打击 下一秒无数道蓝色异能就同时抽象了变异犬 那狗东西甚至还没来得及发出一声惨叫 就这么不明不白地临走了河饭 解决完变异犬后 文语并未多坐停留 而是马不停蹄地朝着冰江公园跑去 因为他清楚地记得 不久后那里将会出现一个大型宝地 里面不仅有着极其罕见的技能书 还有着各种奇珍异宝 可谁知他刚跑没多远 就突然一个急刹车停住了脚步 因为前方的路已经被丧尸堵得水泄不通 定睛一看 他才发现原来这里有一根兑换石柱 看来不少人因为兑换道具而变成了丧尸 也罢 在去往大型宝地之前 先在这里兑换一些道具更加稳妥 说到文语就猛然冲进了士群 随着他砍瓜切菜般地对丧尸展开了屠杀 瞬间就引来了周围所有丧尸的围攻 而这正是他想要的结果 接着他反手就释放出了灵魂打击 随即广场上立刻就刮起了一阵蓝色风暴 风暴席卷过后所有丧尸瞬间化作灰飞 剑状文语也没有墨迹 立刻将手按在了石柱上开始兑换 紧接着一个巨大的屏幕 就赫然出现在了他的眼前 由于刚刚经历了两场战斗 于是他立刻花一百积分兑换了一瓶恢复药水 随着药水一口下毒 他的身体瞬间就恢复到了最佳状态 接着他又花费了五百积分 兑换了一颗可以强化身体属性的魔精 随着魔精被他捏爆 下一秒一股强横的力量就猛然涌进了他的体内 因此他的各项属性也获得了百分之五十的永久增幅 随后文语便来到了附近的一家五金店 在里面挑选了几件衬手的兵器后 于是他便再次踏上了去往冰江公园的路上 可就在这时 一旁的楼道内却突然传来了一个妹子的尖叫声 顺着声音看去 文语发现此刻正有一对兄妹被困在了楼道之中 看着步步逼近的丧尸 哥哥立刻护在了妹妹的身前 可就在他捡起地上的铁棍准备跟丧尸拼命时 一只丧尸却突然冲过来将他一拳轰飞 见着妹妹连忙上前查看哥哥的情况 不料此刻丧尸却已经朝妹妹扑了过来 千军一发之际 地饼巨斧突然狠狠地劈在了丧尸的后背上 而出手之人正是文语 多谢英雄的救命之恩 然而文语则是举着电锯告诉二人 不用谢 后面你们自己小心 见文语要走 文语停下了脚步转头询问他是什么地方 女人告诉他是三淮路的警局 不过 我现在整个警局都被丧尸包围了 我们就是从那边逃过来的 人家刚说完这小子就跑掉了 你也不说带上人家 搞得人家哥哥很是无奈啊 还以为能收个牛逼的妹夫呢 没想到是一个钢铁之难 去的路上文语还在思考着 按照记忆 他们所说的警局应该就在前面 就在他在着急赶路时 突如其来的爆炸拦住了他 是一只巨型变异老师造成的 老鼠杀光了周围的丧尸 文语则躲到了角落里观察着眼前的一幕 什么情况 怎么冒出这么多变异兽 警局肯定发生了什么未知的事情 暂时不能贸然闯入 先上去观察下 上来后的文语惊讶地发现 这警局周围密密麻麻的全都是丧尸 这让他有些兴奋 难不成警局里还有人 才吸引了这么多丧尸 现在丧户被变异署牵制 注意力又在警局那里 警局里 一个穿着制服的男人跪在地上哭泣 周围传来了队友的声音 王菊 丧尸就要冲进来了 现在丧户越来越多 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啊 如果再等下去 我们都会死在这里 男人站起身告诉几人 我决定了 我还要给女儿报仇 什么 王菊你三思啊 我们根本不是那群变异署的对手 更何况现在还有那么多丧尸 王菊告诉手下人 你们放心 我一个人去报仇 不强迫你们帮忙 就这样他只身一人跑了出去 丧尸们朝着他冲了上来 就在他想要冲上去时 突然丧尸们直接被斩首了 男人有些诧异 这是怎么回事 没错 这正是文娱搞的 很不错呀 已经积了快一千积分了 一波肥 男人瞪大双眼看着眼前的文娱 这 这真是个人 其他人开始感叹 好厉害 竟然能在丧尸面前行走自如 这哪里是行走自如 分明是在屠杀丧尸 这是一女人提醒几人 别光顾看看啊 朝现在那些丧尸还没来 赶紧逃 王菊走到男主面前开始夸赞 小兄弟 比人王大海 因为天人啊 男主看着眼前的男人有些无语 询问他 你为什么不走 王大海告诉文娱 我想请小兄弟帮个忙 不知是否可以 我女儿是被变异老鼠杀害 所以 我想请你帮我给他报忧 仅凭我们两个人 不可能打得过那么多变异鼠 男人转头用硬痕的眼神告诉文娱 我知道 不过我有办法 本来警局只有变异老鼠 没有多少丧尸的 这些丧户之所以出现 是因为我在故意引导他们 按照原先的计划 我是想让丧尸和变异鼠狗咬狗 为我女儿报仇 可结果变异老鼠不但没有少 反而越来越强 本来我很绝望 但你的出现 让我又有了新的想法 我手中有个炸药 当量很足 如果直接引爆 完全可以把变异老鼠全部炸死 到时候我把那些老鼠全都吸引过来 再点燃炸药和它们同归于尽 你只负责收拾漏网之鱼就行 男人的说辞不得不让文娱敬佩 你真是个疯子 王大海没有回应他 而是询问文娱 这个计划你有把握吗 只要我冲进去你就跑 如果炸了 你收拾残局 帮我女儿报仇 如果没炸 你就不用管我 自己走 然而文娱却询问他 你为什么一定要冲进去 王大海回应他 因为真正杀害我女儿的凶手在里面 外面这些只不过是他的小弟 经过一番交谈 王大海扛着一大块天梯朝着鼠群冲了过去 文娱则给他开刀和断后 并告诉他放心去 后面有他在 不用担心 你为了给女儿复仇能豁出性命 是条汉子 值得我出手 王大海历尽艰辛终于跑了进来 该死的 终于进来了 这次看我不炸死你 而他要面对的就是眼前这个超级巨大的老鼠 鼠王 二级变异生物 看着眼前的超级大老鼠 他的耳边传来了女儿的声音 在想起女儿被害的那个画面 王大海终于绷不住了 而这时的外面 所有的老鼠全都朝着屋子里跑去 像是接收到了命令一般 可老鼠们刚刚跑了进去 突然TNT爆炸了 剧烈的强光着凉了周围的一切 这个时候的文宇也明白了 老王牛逼 该轮到我上了 爆炸结束后 基本都死绝了 而且还炸出了不少属性魔精 大致看了下 有一级兽属性的 还有兽火双属性的 魂宠吸收后 文宇转头看向那片废墟 老王 你让我捡到了不少大便宜啊 这份恩情我记住了 然而就在他想要走时突然发现 奇怪 仓库里怎么还有动静 一个硕大的身影从废墟中爬了出来 是鼠王 鼠王没有死 这时的废墟中传来了老王的声音 小兄弟 快帮我杀了他 老王告诉文宇 我没死 大部分爆炸被老鼠挡了下来 快帮我杀了他 就是他害死了我女儿 文宇满怀信心的看着眼前的猎物 放心 这只二级变异兽已经身受重伤 不足为惧 请客间 文宇使用第一技能灵魂打击 直接将这大老鼠击倒在地 没过一会儿系统就来了提示 击杀二级变异鼠 获得积分153点 老王站起来看着眼前已经被文宇斩杀的老鼠 嘴里不断嘟囔着 女儿 爸爸终于给你报仇了 说完后 老王直接跪在了文宇的面前 多谢小兄弟 这一举动把文宇都整不会了 文宇拿出一部分魔精告诉他 不用跟我这么客气 这次是你自己用命拼出来的 我还因此收获了不少魔精 既然你还活着 这些魔精我们就无五分吧 现在大仇已报你好自为之 我先走了 讲完后文宇就要走 老王询问他要去哪 文宇回应他 江兵公园 来到江兵公园后 文宇打开了自己的属性面板 上面显示 现在他的积分剩于1100多分 现在等级已经提升到了一级巅峰 也占到了1000多积分 按照这个状态进入到宝地不成问题 根据上一世的记忆 宝地今晚就会开启 现在时间应该差不多了 就在他还在思考时 突然一只浑身充满火焰的狮子 从废墟中走了出来 他对着眼前的丧尸喷了一口火焰 瞬间丧尸们就花成了灰烬 看到这一幕的文宇有些猛逼 卧槽 他怎么会在这儿 玩笑开大了呀 为什么文宇会这么说呢 因为上一世辛巴出现时 整个M师都被他所支配 记得他对丧祸 职业者乃至于一座城市的破坏 只能用疯狂来形容 甚至就连三 五级魔物都拿他没有办法 前世没听说过辛巴出现在这里啊 难不成见过辛巴的人没有一个火口 这才没有消息传出 想到这里文宇赶忙躲了起来 该死 差点就被发现了 看来要在M师活命 必须变得更强才行 现在辛巴还没发现我 先去杀点桑户赞积分 然而文宇刚走 这块地方就来了一支队伍 带头的说道 快 趁现在大部分桑户被狮子引走 我们去寻找宝藏 可身后的两个小弟有些顾虑 大哥 真的可以吗 万一被狮子发现可就惨了 是啊是啊太冒险了 男人告诉两人 你懂个屁啊 富贵险中求的道理你都不知道 我跟你们说过多少遍了 这个地方绝对有宝藏 千万不要被别人知道 男人掏出一个发光的物件告诉几人 我在和你们会合之前 进入到一个银色漩涡里面 在里面我看见个破箱子 箱子里放着地图和这个卦室 所以 我猜测肯定有宝藏 忽然手中的卦室飘了起来 引得小弟激动大叫 我擦 飞起来了 大哥 这是什么情况 好端端的项链咋就飞了 这卦室并不是平白无故的飞走 卦室飞到天空中 慢慢形成了一个漩涡 男人对身后的小弟激动的大喊着 兄弟们 宝藏出现了 而这时远在一旁刷怪的文宇 也看到了那边房顶上的奇异光芒 难道是宝帝入口 太好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 宝帝终于现世了 只要躲避掉星巴的注意 悄悄潜入宝帝 这次的行动就能成功 十分钟后 文宇成功地赶到了宝帝的脚下 没想到这还是个一级大型宝帝 不知道会是什么种类的 文宇一个剑步大跳 直接冲了进去 进来后系统给出提示 欢迎来到一级大型宝帝 还真是一级大型宝帝 这次应该能爆出不少好东西 本以为自己是第一个来到这里的 没想到抬头一看 前面的石台上站着好几个人 一名小弟注意到了文宇开始大喊 大哥 这怎么有人进来了呢 宝帝不是咱们开启的吗 而其中的一名黄毛掏出双枪回应几人 管他呢 你们等着我去干掉他 领头男阻止了黄毛 别轻举妄动 先看看对方实力再说 如果这个人的实力不行 除了宝帝 咱们再杀他抢劫一波 随即便笑眯眯地询问文宇 对面的朋友不要紧张 我们也是刚刚进入此地 宝帝有规则限制 不允许人类之间互相残杀 所以不用担心安全问题 男人的几句话给文宇听乐了 开玩笑 还担心我的安全问题 要不是老子知道挑战型宝帝是什么德行 早就宰掉你们这些要黑吃黑的家伙了 不过不着急 如果得到好东西 我会让你们一点也带不出去 石狮子投影出了宝帝的规则 幸存者可以通过石柱进入挑战擂台 挑战逐级升高难度 一旦开始只能在结束后选择退出 通关最高难度者 将会得到本宝帝终极宝物 同时宝帝也会永久关闭 一名小弟拍了下柱子大喊道 大哥 是我们先来的 我先挑战 就这样挑战开始了 第一关 普通丧尸 好家伙 宝帝的怪物这么刺毛 根据我上一世的经验 宝帝也是有着自己偏向的 有友善送奖励的 有赴黑坑死人的 还有极端喜好杀戮的 看来这个宝帝是友善型的 难度应该集中在最后一关 这次运气不错遇到了友善型 男人成功杀死丧尸后系统给了他一把F级钢刀 并询问是否要挑战下一关 第二关的挑战难度是三只丧尸 依旧被男人轻松通过 成功通过两关后男人有些飘了 刺激啊 这完全是在给我刷奖励 太简单了 领头的剑后也不由的开始感叹 不错 这一趟的没有白来 文宇可不是这么想的 还敢继续挑战 后面可是越来越危险的 第三关是一名超级大的丧尸巨人 并且拥有着四点属性 男人意识到 只能等待挑战结束才能退出 这一次不是他打的丧尸团团转了 丧尸一个大跳把他压在身下 砸出一个巨大的深坑 这只桑户我完全不是对手 只能暂时放弃挑战了 男人大喊 我放弃挑战 放弃挑战后 眼前的丧尸瞬间就烟消云散了 像是投影一样 文宇见状笑着告诉几人 各位 现在该轮到我了 领头男询问文宇 兄弟你请 不介意我们旁边观看吧 文宇告诉几人 没关系 让你们看又有什么 就怕你们受到打击 黄毛和另外一人看不下去了 涛哥 这小子真能装呀 搞得跟个大老似的 就是就是 等出去之后 我非宰了他不可 这个人应该有点本事 切记不可太大意 先继续观察 如果他实力不强 出了门 就怨不得咱们杀人夺宝了 咱说你们几个菜打不打得过文宇 到时候捉机不成十八米 就操蛋了 经过一级一级挑战 文宇成功地来到了男人失败的第三关 那个巨人丧尸 男人认真地看着眼前的战斗 这就是让我失败的级别 在你印象里第三关如同一座山 在文宇这里 那只是一个小土坡而已 区区一只四点属性丧尸 开胃菜而已 轻轻松松就拿到了第三关的奖励 这时的大哥才发现了异样 这杀得也太轻松了吧 刚才那窜出去的速度 身体属性要比我高一大截啊 以前根本没见过这么强的人类 小弟询问老大 那那个大哥 怎么还打劫他吗 就在几人内心忐忑不安时 文宇已经在决斗场里杀害了 看样子宝藏像是势在必得 现在的文宇已经二十点属性 区区四点属性的丧尸 来再多都是菜 就这样文宇啪啪啪一路通关到了第八层 并且抱了满地的宝贝 文宇看着眼前的东西感叹道 不错 这机关的奖励都很丰富 而一旁的男人已经是汗流加倍了 我滴乖乖 这小子到底是什么人 肯定是开挂了吧 空间移动卷轴和空间戒指 对于一级职业者来说 这些可都是保命神器赚大了 就在他满心欢喜时 突然系统开始了第九关的挑战 文宇有些猛 怎么回事 为啥这次没有问我要不要继续 等等 那是什么看起来怎么像魔戒之门 的确是魔戒之门 看起来与前世一模一样 只是缩小了几百倍 魔戒之门怎么会在这个时间出现 就在他还在思考时 一个声音传来过来 你知道这是魔戒之门 你在哪见过 文宇左右转头大喊 是谁在说话 别找了小子 我是这块宝地的守护者 你找不到我的 守护者 上一世根本没听过 这里很奇怪 外面的人听不到声音 你倒是挺有意思 既然你知道这是魔戒之门 也应该明白 这最后一关意味着什么吧 对了 本小爷提醒一下 门后面可是封印着一个大家伙 要以你的实力 有百分之十的几率能通过 刚说完 门缝中就伸出一个超级巨大的黑爪子 文宇有些后怕 开什么玩笑 这一关我只有百分之十的成功率 如果你打不过这个家伙 怎么能得到那个宝物呢 努力吧 杀了他 或者被杀吧 很显然文宇根本就没见过这东西 他询问守护者 这是什么东西 守护者回应他 这是古魔 魔物当中的统领 魔界的掌控者 给你点提示 这只虽然是一级古魔 但他的身体属性在二十点以上 他还有一个SSG技能 在十秒的时间内攻击接触到的任何物质 都将会被直接蒙灭 无视等级与防御道具好了 该提醒的都说完了 文宇被古魔一拳打飞出去 他都要无语了 无视等级和防御 那还怎么玩 那我岂不是只要被碰到就会死 正面硬钢我定不是对手 只有拖延十秒钟的时间 等他的技能结束后再进行反击 凭借前世一年的战斗经验 我有几率躲过他的所有进攻 还没打几下文宇就被撞到了柱子上 不好 擂台空间太小了 无法完全施展开来 情急之下 文宇发动了灵魂打击 但是很奇怪 灵魂打击对他竟然没用 难道他体内没有灵魂 这是守护者笑着告诉他 忘记告诉你了 这只古魔是被抹除掉神智的友 古魔的蒙灭三秒后结束 接下来会有三十分钟的冷却时间 加油 小爷看好你 光看好有什么用 古魔一拳打在了文宇的肚子上 看样子应该是很痛 被击中的文宇并没有直接倒下 而是艰难的站了起来 还好 撑过了最艰难的蒙灭时间 不过这家伙光肉体的攻击力就好强 幸亏F级防护欲帮我挡住了一次伤害 防护欲能抵消十次伤害 还能使用九次 现在古魔已经没有了蒙灭技能 可以跟他拼死一战了 苏醒了 猎杀时刻 文宇拿着板斧就冲了上去 古魔虽然防御力很强 但只要我只攻击一处位置 就一定有机会将其斩杀 在文宇的不断努力下 终于古魔的护甲已经裂开口子 机会来了 他冲上去朝着古魔的头砍了上去 而自己也被古魔刺穿了身体 不过还好 努力并没有白费 古魔还真就被他杀掉了 刚刚杀掉古魔突然一束强光朝他打来 守护者开始夸赞他 不错吗 这个愈合之光就当是给你的额外奖励了 奇异的蓝光照耀着他的全身 身体的伤全都长好了 也没有了疼痛感 这是一个小娃娃割开墙壁从里面走了出来 小伙子 想不到你还挺厉害的吗 连古魔都被你打败了 文语大脑一片空白 卧槽 是你这个小东西一直在跟我讲话 怎么 很惊吗 这是我的地盘 我想和你说话就和谁说话 不过 我很喜欢你啊 本小爷叫阿尔卡达 是系列号195宝地的守护者 按照你们人类的习俗 你就叫我达哥吧 小娃娃的话刷新了文语的价值观 守护者 宝地竟然还存在守护者 骄傲的小娃娃拿出一本书回应他 这你可就问对了 只有大型或者超级宝地才有守护者 守护者条例里面明文规定 在职守期间绝对不允许与幸存者见面 要不是我看好你 你这辈子都不会知道宝地守护者的存在 文语好奇地询问他 守护者条例是个什么东西 谁为你们设定的 当然是无所不能的主宰了 还能有谁 你的权限和实力不够 换下一个话题 最后一个问题 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 为什么会出现职业者 宝地和魔物都是怎么来的 守护者和上书告诉他 这些都是机密 你还是不要太早知道为好 收起书后守护者便招呼文语 来来来 小伙子下来说 文语一脸的不屑 算了 为了接下来的终极奖励 我先配合他 守护者掏出一张白纸说道 拿好了 这就是你的终极奖励 接过白纸后文语显得有些不耐烦 好家伙累死累活就给一张白纸 可当他仔细看过才明白 好家伙这可不是白纸 这是黑之书其中一篇 使用者周围百米 诅咒无视等级 法术由使用者自行激发 随即文语就开始询问守护者 还真是个宝贝 只可惜是个残卷 不知道其他几卷在哪 守护者露出一副阴险的面孔说着 你能杀死古墨一族 足以证明你的实力 所以我决定 将你威猎人族序列 序列号 二 听到这话后文语有些吃惊 卧槽 我前面还有一个人类 紧接着他又问守护者 这个序列有什么用处 或者说能给我带来什么好处 所谓序列 是主宰制定的一个榜单 入榜者都是最有潜力的人类 至于序列的好处嘛嘛 成为序列后 你将会得到宝地守护者一定的帮助和支持 说话间残业变成了戒指 带到了文语的手上 不错 这个我喜欢 以后进宝地就能附带开个小挂了 挑战成功后 文语从决斗场里被传送了出来 出来后的文语很是高兴 这次收获不错 虽然FG防护欲已经用掉了大部分 但还有空间戒指 空间移动卷教都保命装备 这时身后传来了临头男人的声音 从刚开始的小兄弟 到如今现在喊文语叫大哥 文语一脸不屑地看着他们 怎么了 什么事 你们要干嘛 大哥 你还真是强大呀 竟然通关了 不知道大哥缺不缺队友什么的 我们可以给你端茶倒水 不用 你们实力跟不上在我身边完全没价值 这些家伙还在 他们之前在打我主意 现在是若是想找机会下手了吗 没关系 他们不成威胁 待会出去我先下手围墙 其中一个小弟看不下去了 张口便说道 送上门的帮手都不要 我看你这家伙就是走了狗屎运 咱们以后未必比你差 其他人敢忙捂住这个傻屌的嘴 大哥大哥别介意 我弟弟不太懂事 请别怪罪 既然兄弟看不上我们几个人 那我们就先走了 几人从宝地传送出来 直接摔到了地上 好家伙全都是狗吃屎的姿势 出来后的男人还是不服 我说大哥 咱们这次亏大了 所有便宜都被那小子给赚完了 要不就在这附近埋伏一下 杀他的措手不及 刚说完措手不及 还真就来的措手不及 后面突然冲出一只狗子 男人被狗子一把按在了地上 这个狗子应该就是之前跟文宇战斗的那只 男人的哥哥冲上去想要救回弟弟 可惜直接被狗子一巴掌呼到脸上 出来后的文宇见到这一幕也猛逼了 咋回事 这畜生怎么也在 这畜生还真是执着 竟然追到这里来了 既然如此 今天我们就做得了结 这家伙战斗意志好强 并且看起来伤势越重实力越强 他的技能应该起增幅作用 我倒要看看 你的上限是多少 一段时间的打斗后文宇发现 这家伙在承受灵魂打击的情况下 还能抗住攻击真是够变态的 一人一狗刚刚打开 狗子竟然朝着另一边跑开了 只留下文宇在原地有些猛逼 嗯 什么情况他这就走了 难道我刚才的灵魂打击对他产生了新的阴影 算了 今天就放你一马 如果下次再赶来找死 爷爷必要你狗命 现在的当务之急 还是便强先去对幻柱那里晋升到二级再说 就在文宇要走时 突然周围原来了一阵咚咚的声音 搞得他有些心慌 转头后文宇发现竟然是那只狗子 但是有点不对劲 原来在狗子身后有一只狮子在疯狂地追赶他 文宇傻逼眼了 完蛋 好端端怎么就被星巴给发现了呀 情急之下 他只能依靠普及试炼来逃过一命了 就在狮子马上要扑倒他时 他直接钻进了试炼场 试炼场里文宇大口喘着粗气 终于得救了 还好跑得及时 不然就成碎肉了 这里的晋级和前世一样 处在单独的空间内不会被打扰 不过 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出去之后 星巴肯定还会在石柱出口毒 晋级试炼开始后 一只庞然大物从场地里走了出来 这他喵的是一只兔子 这是系统提示他 鉴于挑战者身为人族序列 请在五分钟之内完成挑战 如果失败 十天之内不得参与晋级试炼 且会被剥夺人族序列身份 文宇都要无语了 草他妈的现在试炼都开始搞时间限制了 晋级考验不可能请我在这里喝茶 得速战速决 我输不起 这兔子看起来普通 但拥有两个技能绝不能掉以轻心 就在文宇还在思考时 兔子直接窜到了一旁墙上 对着他开始发动D级技能 兵剑 这自然是难不倒文宇 看来你也很心急嘛 就开始用技能了 还好我有前世的晋升经验 为了速战速决文宇直接趁七步被跑到背后 直接一般斧砍了下去 伴随着系统的语音提示 一束蓝色强光打到他身上 文宇开始了晋升了 没过一会儿文宇就晋级成功了 成为了二级职业者 二级职业者的身体只能通过二级魔精进行强化 身体素质上限为50点 同时开放一级魔精和二级魔精兑换 兑换比例10比1 恭喜挑战者的魂兽晋升为二级 身体素质上限提高到50点 魂兽获得第二项技能 急速C级被动 全面提高速度 增幅为10% 包括移动速度攻击速度 神经反应速度 并且还开放了第二魂径 可以签约第二头魂兽 文宇高兴坏了 这熟悉的感觉终于晋级了 而且收获还不小 虽然只增长了0.5的身体素质 但魂兽开了第二个技能槽 还能签约第二魂兽 大转 系统又发来提示 挑战者将会在30秒之后被传送出空间 哈哈 本以为能逃过一劫 看来这下必须出去了 不知道辛巴还在不在外面 希望别刚出去就撞在了他身上 我必须得想办法活下去 那只独眼异兽 应该也还在他的技能越战越强 是最适合应对这次危机的 如果我能拥有这个技能 哈哈哈哈 刚出来文宇就迎面碰到了这头狮子 狮子对着他来了一个大吼 男主当然不会跟他战斗 因为根本就打不过 他拉起狗子就开跑 嘴里还不断说着 坚持住 你千方别死了 难不成你想要签约狗子 原来这狗子在没有发生丧失变的时候 只是小区里的一只流浪狗 那时的文宇就碰到了他 文宇告知狗子 听好了 我们之前虽然阴差阳错成为了敌人 彼此造成了巨大伤害 但是 我现在需要你的天赋和任性 咱说这狗子听得懂你说话吗 只要你愿意跟我签订契约 我们就有机会活下去 凭借我上一世的经验 加上你的天赋技能 我们一定可以摆脱困境走向力量的巅峰 到时候你就再也不用继续流浪了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听懂 但现在已经没时间了 想活着就快点同意 一束强光过后 卧槽 真的签约成功了 我敢说文宇是天下第一懂狗语的人 签约成功后 文宇依旧在跑 因为这狮子也不是善差 一人一狗虽然有机会打过狮子 但是还是要猥琐一点 但看过动物世界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狮子是草原霸主 人和狗又怎能轻易在他眼皮子地下逃脱 无奈的文宇只好掏出空间卷轴 他有些不舍得毕竟刚刚拿到的 现在用了有些可惜啊 那边正在激烈地战斗着 这边的几人还在抱怨 可恶 弟弟被那个家伙给害死了 我绝对不会就这么算了 你不这么算了你还能打过他 开什么玩笑呢 领队的头头也这么认为 万安不能白死 要有人为他陪葬 由于这边的文宇使用了空间卷轴 跑得飞快 没过一会儿就没影了 幸亏我对市区的环境熟悉 都圈子把星巴给甩了 现在身体还在流血 得先赶紧治疗 文宇呼吃带喘地躲进了一间屋子里 现在他只想赶快治疗 然而这笔可不是想用喝药水来加快恢复速度 而是用了狗子独有的技能 虽然说狗 但是真管用啊 恢复加快了 不愧是能在星巴手中存活的技能 文宇意识到 默示之下哪里都不安全 在恢复之前必须先狗着 就很离谱 可能是失血过多吧 直接昏迷狗到了天亮 你是真敢睡啊 文宇刚醒狗子就冲他跑了过来 真不可思议 独眼竟然断体重生了 原来如此 魂狮与魂宠之间并不是奴役从属关系 我们不但都同时恢复 还产生了情感链接 独眼 这次我们同心协力活了下来 以后就要相依为命了 不过你放心 用不了多久我们就会回去找星巴报仇的 刚刚睡醒且想要出门的文宇 突然被冲上来的丧尸吓了一跳 好家伙 这里是可是郊区 丧尸可都是难得一见的 怎么会忽然冒出了这么多 就在他想要动手时 一辆满身是刺的吉普车直接冲了进来 车子停下后上面的几人逼逼着 这车子刹车不行了 差点隔屁了 这里面有个幸存者 随后车傻上的几人就开始对文宇招手 询问他是否有问题 男人督促他 快上车兄弟 这附近有很多丧尸 我带你离开着 在文宇看来 这些人似乎没有什么恶意 他还是没能放下戒心 上车后男人便看着文宇的狗子说道 这兄弟的宠物好独特 看起来和变异兽一样 还没跑多远车子旁边又不知怎么回事 冒出了一大堆的丧尸 好家伙 领头男子一声令下 队员们直接抛出巨大的网丢向了丧尸 几人的操作把文宇都看猛逼了 这是钓鱼呢 上一世听说过这种方法可以钓到灵机丧尸 没想到末世才刚开始就有人用了 男人高兴地说着 嘿嘿 据典里还有一些人没有转职 调回去给他们掌掌积分和战斗经验 紧接着男人又询问文宇 我说小兄弟 你这宠物挺有意思的 方便说说吗 文宇只回应了几人似的子 隐藏职业 这狗子趴在那里跟死了一样 哈哈 这是一个秃头说道 这混蛋的世界 连隐藏职业都出来了 看来你遇到了大气韵啊 不过 你的样子有点狼狈 从哪杀出来的 在市区被一只大狮子追出来的 身上的伤当好 我叫文宇 谢谢你们的收留 哈哈 遇见了都是兄弟 谢什么谢 我叫孙瑞心 是叶灵镇一个小聚集地的负责人 欢迎来到了叶灵镇 好家伙 到地方后 这地方竟然异常的安全坚固 完全看不出是末世之地 这民门从里面走了出来 叽叽喳喳的吵着 瑞心回来了厉害呀 还带回来了一些丧尸 老大给力 这回又能出现好几个职业者了 好家伙 第一次看到有人见到丧尸 如同见到美食一样 文宇则看着眼前的人们询问瑞心 这就是你所说的聚集地吗 瑞心回应他 我以前是个开卡车的 这两天末世一到 死了不少人 所以我就把街坊邻居都聚集了起来 让大家相互帮助活下去 今天我们本来是要去市区探查情况的 看看是官方是否已经控制住了局面 但路上丧户太多 被逼退了回来 正好兄弟你是从市区出来的 待会帮我跟大家说下市区的情况吧 这里的人都还想着投靠官方 希望官方能救济呢 文宇嘴上答应了 可内心还在想着 希望官方救济 不可能的 第一波魔气入侵 会造成20%的人类丧失化 还会有大量的变异兽 这种情况下 别说小小的叶灵阵 就算是M市官方也无有心无力 更何况半年后的魔灾 瑞欣开始大喊 大家安静一下 这次前往市区 肯定会有新的消息出来 我相信官方肯定不会放弃我们的 各位 今天早上我带着职业者去看了一下M市的情况 但在郊区就被丧失顶了回来 但是 我们在郊区就下了幸存者文宇兄弟 他也是从M市逃出来的 下面有请文宇兄弟给我们说两句 文宇没有藏着掖着 直接告诉了众人实情 各位 M市非常不妙 里面的情况比这里还要恶劣 可人们根本就不相信他的话 你骗人 官方肯定已经展开了救援 我看你就像是个逃犯 是不是犯了法 从M市逃出来的 严禁于此 我说的都是事实 信不信有你们自己 不可能 官方绝对不会放弃我们的 市里面那么多官方机构 而且还有军队 那小子在说谎 瑞欣赶忙打圆场 各位 文宇兄弟的话可能是对的 也可能是错的 体情况还有待证实 所以我明天还回去M市看一看 到时候会给大家一个完美的答复 刚说完就有人开始自告奋勇了 小孙啊 你明天带我们一起去M市吧 我就不信了 咱们官方还能解决不了这些个死人 对 我们也去 瑞欣只好硬了下来 行行行 孙大爷别生气 明天再说好不好 可就在那群人还在交谈时 一旁巷子里的两个凡骨子开始了嘀咕 机会到了 明天孙瑞欣一出门 咱们就占领此地 一向形势细微谨慎的男主文宇 发现了那两个奇怪的人 看样子这两人毫不关心M市的情况 胡子南说道 李镇长 我们好像被发现了 没有关系 凡是阻碍计划者 兄弟你千万别介意 那老头老太太没别的意思 没关系 倒是你辛苦了 你一直生活在夜灵镇吗 对 以前一直跑运输 这不是牧师爆发了吗 我闺女在燕京市上大学 现在也不知道怎么样了 虽然文宇知道最后的结局 但还是回应了瑞欣 放心吧 吉人自有天相 对了兄弟 明天我就要离开营地了 希望你能帮哥哥一把 帮我看护下营地的安全 这个没问题 不过等你们回来后 我就要走了 追杀我的那只变异兽可能还会找到我 所以我要尽快离开 明白了 如果有需要帮忙的 我随时可以出力 瑞欣还真是乐于助人啊 商量结束后 那个自称要去的大爷找到了这两个二五仔 其中一个二五仔告诉他 孙瑞欣艳徒占山为王 无视官方的法律 孙大爷 您可一定不能让他得 放心吧 老头子明天拼了老命 也不会让孙瑞欣计谋成功 好 不愧是大爷 这个东西拿好 明天你一上车就直接把箱点燃 其他的什么都不用管 事情交代完后 孙大爷就打起了哈欠 好了好了 我有点犯困 回去休息了 孙老头走后 帽子难询问二五仔 李镇长 这老头靠谱吗 有什么不靠谱的 我以官方镇长的身份骗他们 还不是顺手拿捏 只是可惜了那个孙瑞欣 他干心万苦就回来的人 转眼就卖了他 听到这话 黄毛显得有些不高兴 二五仔赶忙解释 哎呀 灵虎你别介意 我不是在说你 灵虎回应他 明天我负责看家 而且巡逻队的大部分人 已经被我买通了 到时候镇长过来 直接收编小营帝就可以 但是 事成之后李镇长许诺的好处 放心吧 女人 权力 金钱 一样少不了你的 那就好 那就好 对了 刚才镇长给的那根箱 是什么东西 一个从宝地带出来的小玩意而已 哈哈 第二天刚一出门 老孙头就把这箱点燃了 估计是迷魂箱 瑞欣询问他 孙大爷 你这是干嘛呢 老孙头说道 我知道咱们这次出去有危险 所以点根箱拜一拜 祈求平安 很快几人开车一段时间后 就到了市区的郊外 从这一刻开始就要提高警惕了 此时的文宇正躺在据点里发牢骚 哎 真是麻烦 我就知道不应该和这个据点产生什么交集的 也就是这个时候二五载开始行动了 各位乡亲父老 自我介绍下我叫李全安 是咱们叶灵镇的镇长 今天我过来是想告知大家 咱们门官方已经开展了救援 我负责叶灵镇的救援工作 之前孙瑞欣那个小人 为了一己私利 欺瞒大众妄图借助灾难称王称霸 背叛了大家 听信林虎兄主动联系官方 让我来接大家回官方营地 那里有吃有喝 不用担心丧尸和便衣兽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又怎会听他一面之词 不会吧 孙瑞欣竟然是那种人 紧接着二五载没有做出回应 而是挑逗着人性 各位 你们愿不愿意可归官方的怀抱啊 此话一出 本就在末世中丧尸生存机会的人们 又怎会错过这么好的时机 众人几乎全都答应了 二五载听后高兴坏了 好 那咱们现在就走大家排好队伍 外面有车辆接送 可话刚说完 突然身后传出一声音打断了他 等等 我想说两句 没错就是咱们的男主文宇 文宇告诉众人 我答应过孙瑞欣 天黑之前要保证营地的安全 虽然我不想插手这个烂事 但是 你们能不能等到天黑再走 文宇这么一搞弄的二五载很是不爽 你是谁啊 敢在这里多管闲事 文宇则是很严肃地告诉他 李镇长 我再重复一遍 不管你刚才说的官方 实物什么的是不是真 二五载当然不服了 毕竟自己手下还有那么多大手 笑着告诉他 我要是说不能 文宇回应二五载 也许你不明白当前的情况 没关系 你马上就会知道一个事实 独眼 出来吃点东西 文宇一声令下 狗子就从文宇身后蹦了出来 狗子的一声吼叫 就像是七八级大风一样 吹得几人眼都睁不开了 文宇又告知狗子 领头的别杀 未转直的别杀 其余的随便挑 我说停就停 直到这一刻二五载 才意识到事情没那么容易 妈的这家伙怎么会有变异兽 三两下的功夫 狗子就掐死好几人 搞得二五载的队伍纷纷逃离 全都在喊救命 生怕下一个倒下的会是自己 文宇也很快叫停了狗子 随即询问二五载 李镇长 你现在应该明白了吧 二五载被吓坏了 结结巴巴的说着 明白什么 很显然他还是有点不清楚啊 文宇的意思是 在这个营地中 说了算的不是你 而是我 所以 你最好再仔细考虑下我的建议 说完后文宇转身就离开了 我看到营地大门那边传来了阵阵呼喊 李镇长不好了 出大事了 二五载都懵圈了 什么大事能比现在我的计划执行不了大 男人指着外面对他大吼着 我看到孙瑞兴开刊卡车回来了 愤怒的孙瑞兴大喊着 快点 再快点 我还没有见到女儿 绝对不能死 数个小时前 老头子询问瑞兴距离市区还有多远 瑞兴告诉他 大概半个小时的车程 这时车上其他队员大喊着 老大 有便易受 惊恐的瑞兴赶紧开始给大家下令 不好 快掉头回去 然而身旁的秃头已经被吓得蹲下了身 身体颤抖着说道 已经来不及了 数个小时后 瑞兴的车直接飞速撞在了墙上 文宇赶忙起身过去查看 瑞兴从里面爬了出来 满身伤痕嘴里哭诉着 文宇兄弟 他们 他们死了 全都死了 瑞兴刚说完 大批量的便易兽冲着营地的方向跑了过来 一瞬间营地的人们被吓得卡死四散逃窜 不知该如何应对 瑞兴催促文宇 让他赶快走 文宇却一脸轻松地回应他 不用担心 我死不了 刚刚说完 独眼狗子就跳了出来 飞速地本想易兽群 好家伙 你竟然还会找画面 这一幕把瑞兴都看猛逼了 文宇兄弟 你的宠物好勇猛 竟然想单挑兽群 这些便易兽基本都是一级 单挑起来应该不成问题 只不过 可能会吃点苦头 与此同时文宇也在分析战况 以现在的战斗情况来看 S级命斗在受到轻微伤势的情况下 战力的提升非常低 中等伤势能够比较明显地提升身体素质 在不影响战斗能力的前提下 应该可以保持三倍的身体素质增幅 只可惜 独眼的第二项强效愈合技能 和他的战斗风格不搭边 发挥不了什么作用 等再得到有治疗效果的浑兽 就把这项技能洗掉吧 没过一会儿狗子就把这些易兽杀光了 瑞兴感叹着 兄弟你这宠物真是强到可怕 文宇告诉他 这不是宠物 这是战宠 不管是什么宠 这次真是谢谢你了 瑞兴为了答谢文宇 直接给文宇来了一个90度鞠躬 紧接着文宇告知瑞兴 你走了之后营帝出了点问题 那个叫灵虎的背叛了你 李镇长带着一帮人要吞并营帝 既然你回来了 那我也该走了 讲完后文宇就要走 瑞兴叫住了他 等等 文宇兄弟 教教老哥好吗 告诉我我现在该怎么办 文宇转过头回应他 叫你可以 但你先回答我这个问题 你是为谁问的 是你自己 还是营帝剩下的人 瑞兴坚定地回应文宇 我是为营帝剩下的人问的 两个选择 你带着他们继续以前那样干 不过 以你现在实力恐怕活不过两个月 第二 和李镇长进行营帝合并 目前来说 这是对营帝最好的选择 只不过对你的伤害很大 事后瑞兴真的找到了李镇长 李镇长 为了剩下幸存者的安全 我想带人投奔你 不知是否肯答应 哈哈 承蒙孙兄弟看得起我呀 如果孙兄弟不嫌弃 就叫我一生李哥吧 本来我的资的也是想和李兄弟接触一下 看能不能一起抵抗这次灾难 老哥当然欢迎你们了 对了 孙兄弟 那个叫文宇的年轻人是什么来路 不知道他能不能留下来 文宇是我在工厂那边遇见的 他实力很强 对聚集地没什么好感 也没有需求 恐怕不会留下 那还真是可惜了 就这样文宇为了防止星巴追过来 一人一狗独自离开了营地 走了半个小时后 文宇清晰地记着 跨过这片农田 应该就能到下一个小镇了 听懂人话的狗子熬的一声嚎了一嗓子 文宇让他小声一点 他感觉这地方有问题 随即这个坏家伙就决定 独眼 这里是我们的必经之地 要不你先去探探路吧 看得出来啊 这狗子有些不情愿 文宇让他放心 遇到危险后 一定把他拽过来 果然有危险 狗子还没跑两步 突然被藤万给缠住了手脚 文宇傻逼眼了 不好 果然有危险 所以说 你赶紧把狗子拉回来 真是坑狗 被绑住的狗子发出了痛苦的哀嚎 大致意思就是赶紧救我呀 你个傻屌 别害怕 我这就来救你 无奈的文宇开启了第二魂境 就这样狗子被技能从藤万中拉了回来 好一个瞬意技能啊 狗子回来后文宇就开始疯狂化大饼 独眼 辛苦你了 等下给你烤肉吃 你俩人狗情未了 藤万吃狗粮吃的实在是受不了 直接冲着文宇打来 文宇当然不会任由他对自己出手 直接拿刀斩断了藤万头部 这变异植物刚才没能攻击到我 看来它们的攻击范围是有限的 估摸着十米左右 独眼 换个方向再去试探下 它们的数量并不多 肯定有能突破的口子 很好在狗子的探索下 成功地发掘出了一堆这玩意儿 那些变异植物能够在地下自由移动 哪里有生物向外冲 植物就能够赶到哪单 它们的攻击虽然有范围 但肯定会不断缩小包围圈 直至将整个叶灵阵完全吞没 还真是麻烦 不过 如果有更多的人 来吸引这些变异植物的注意力的话 到了晚上 营地内燃起了熊熊篝火 人们在庆祝着什么 而瑞幸找到二五仔商量人员安排问题 李镇长 你对那些老人的安排 恐怕是有些不妥吧 二五仔一脸阴险地询问孙瑞幸 孙兄弟指的是什么 你让他们做体力活洗衣做饭 机制连住的地方都在营地外 这样子我怕这些人对营地会有很大的怨言 二五仔开了一瓶啤酒告诉他 孙兄弟 危险无处不在 现在营地中能战斗的人都要去战斗 没有战斗力的人就可以什么也不做 让他们做力所能及的事情 这才是公平 才是对他们的保护 既然如此 那我听李镇长的安排 只希望李镇长能够一视同仁 时间不早了 我也该去休息了 希望李镇长能够信守承蒙 瑞幸走后 帽子男就询问二五仔要不要抽空做掉他 二五仔回应道 不用着急 这个孙瑞幸的实力很强 他一个可比其他实的还要好用 对了 最近安排一些意外 把营地中心加入的那些没用的人亲了一下 他们吃的太多了 这是门外传来的下手声音 老大 老大 那个带着大狗的人又回来了 刚说完文宇就走了进来 一脸奸笑的询问二五仔 李镇长 好久不见 二五仔则赶忙起身上前银河 哈哈哈哈 文宇兄弟 欢迎欢迎啊 你不是要离开夜灵镇吗 怎么又回来了 我本来想走 但现在已经走不了了 而且你们也走不了 整个夜灵镇已经被一大群变异植物包围住 他们正在可这边慢慢收缩 用不了几天夜灵镇就会被他们侵占 二五仔有些不相信 不信的话 李镇长可以派人出去看看 我来的时候已经看到 有地方正在遭受入侵了 被说服后的二五仔有些慌 如果是真的 文宇兄弟有什么好对策吗 有 只要有足够多的人去吸引变异植物的注意力 大家一起往外冲 就能有人冲出去 好家伙这办法把二五仔都给整紧张了 文宇兄弟 你想让我们营地的人给你开路 这个不太好吧 文宇严肃地告诉他 李镇长 不是我要让你们给我开路 而是我去给你们开路 我在前方开路 承担大部分压力 你们跟在我后面 承担小部分压力 每多一个人 就会有几条变异植物被分散 人数越多 我在前方的压力就越小 至于谁能活着冲出去 全看个人的能力了 虽然嘴上这么说 但是文宇内心里可不这么想 不管打头阵还是在队伍威威 对我来说没有差别 只不过 打头阵这个说法比较好听 能让一些炮灰容易接受 只不过 打头阵这个说法比较好听 能让一些炮灰容易接受 二五仔有些质疑 文宇兄弟 我很敬重你的实力 但你说的这些实属太夸张了 很难让人相信 而且夜灵阵很大 就算是丧尸也没办法将阵子为主 变异植物总不可能比丧尸还要多吧 刚刚说完 两人交谈的房子突然被一辆卡车撞开 瑞幸急忙大喊着 李阵长 我们要完蛋了 我在外面巡逻的时候 遇到了很多变异植物 那些变异植物在阵内蔓延 已经形成了包围之点 李阵长 我们必须冲出去 否则所有人都必死无疑 直到这时二五仔才相信文宇的话 看来文宇兄弟说的话一点都不夸张 形势比他说的还要危急 紧接着他就开始下决定 文宇兄弟 我同意你刚才的计划 很好 那我们可以好好谈一下体的事情了 没问题 我这里有三百多号人 有一半没转职的 他们死就死了 呵呵 李阵长明白就好 二五仔开始下恋 灵虎 你去把营地的所有核心人员叫到会议 二十分钟后 营地内所有核心成员全都被叫到了议事厅 二五仔把自己的想法给大家讲了出去 而听到想法的瑞幸直接拍桌子决定 不行 我不同意这个计划 李全安 我算是看错你了 你这么做完全是让老人和孩子去送死 瑞幸老弟 我尽你是个人物才把你叫来 没想到你如此潜伏 既然你不同意这个计划 那你有什么办法带领大家脱离困境 你不同意也可以 但这个计划是文宇兄弟制定的 谁到时候不冲就别怪我和文宇兄弟不客气 难以置信的瑞幸看向文宇 什么 这个计划是你制定的 孙大哥 生命从来都不是等价的 为了弱者放弃强者 这非常不理智 这件事情上你不应该怪我 要怪就怪那些弱者实力不够 甚至也可以怪这个操弹的世界 现在就只有两个选择 要么一起死 要么实施计划 瑞幸认为至少先让老人小孩上车 文宇告诉他 多一个人上车就少一个目标 分散变异植物的注意力很重要 我也不想说没用的话 我就问你一句 你自己的命重要还是别人的命重要 一句话对得瑞幸不再坑气了 因为他也知道 自己的性命和别人的性命 当然是自己的更重要 见瑞幸不再做出回应 二五仔开始发话 好了 现在还有谁对这个计划不满意的 如果没有的话 明天一早让大家准备下 和外面的人说柴河镇 已经完全恢复了秩序 我们迁途过去 明早如果有人不走 就直接杀了 与其让他们在这里死 不如送他们早点投胎 临走前瑞幸转头 狠狠地对着二五仔骂了一句 你们就是一群冷血的柜子手 全都走后文宇告知二五仔 李镇长 今晚找几个人去盯着孙瑞心 他如果在外面乱说些什么 你负责于调他 明天的行动绝不能有差池 这倒是没问题 不过文宇兄弟不是和孙瑞心有交情吗 怎么文宇回应他 交情 孙瑞心有可能破坏我们的计划 破坏了我的计划就是拦我的路 就是想要我的命 对待想要我命的人 交情算个屁 还有一件事 外面的丧尸和变异兽都在被变异植物杀死 那些可都是白花花的积分 这样子太浪费了 与其让他们被变异植物杀掉 不如我们动手去猎杀 随即就问二五仔 上次你坑孙瑞心的 那种吸引变异生物的道具还有吗 哈哈一句话把二五仔问得甘大无比 其实这种事情我也不想隐瞒的 没想到文宇兄弟一眼就看出来了 东西只有一个已经用完 那是我从宝地里得到的 现在我们即将要离开 宝地我也带不走 文宇兄弟就跟我去宝地一趟吧 没准还能找到 文宇答应他 我可以跟你过去 但为了保险起见 我需要做点准备 你等我一下 原来在进入宝地之前 文宇来到了兑换主 开始了疯狂购物 在进入宝地前 我得再加强下自身的属性 买一枚无属性魔精吧 加上之前的存量魔精 应该够提升了 买了两颗如同担子大小的魔精后 文宇的积分就只剩下了400 吸收后属性直接上涨 不错 属性已经25点了 现在的状态进入宝地更有保障 出来后二五仔就带着文宇来到了宝地 原来宝地就在二五仔的卧室里 真是个自私鬼啊 文宇表示他做得不错 但是想要进入宝地 还得李镇长先去探探路了 二五仔尴尬地回应他 文宇兄弟还真谨慎啊 不过你放心 我不会坑你的 进来后二五仔开始介绍 这个宝地由三叉路组成 每条的镜头都有一个宝箱 也都有少量的丧尸游荡 根据规则 每个人只能打开一个宝箱 我已经打通了左中两条路 但只开了中间的宝箱 文宇询问他 你怎么不让小弟进来开箱子 二五仔表示 文宇兄弟说笑了 宝地内经常出现能提升实力的宝物 我让他们进来 岂不是给自己找麻烦 走吧 我们先去最左边的通道看看 左边和中间的丧尸 都被我清理过了 可以直接过去 很快文宇就走到了宝箱的跟前 他爬上去后准备打开 内心里还在想着 每个人只能开一次宝箱 千万别让我失望 宝箱被打开后 突然一个小丑玩偶 从里面蹦了出来 一遍一遍地嘲讽文宇 气愤的文宇一拳打了上去 嘴里还骂着 我操你妈的 随即文宇就用阴狠的表情告诉二五仔 李镇长 出去找个职业者 把剩下的那个宝箱也开了 好 我这就去办 他召唤出狗子并掏出武器表示 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宝箱了 独眼 我们去清理那边的丧事 没过一会儿二五仔就带着一个人走了进来 见到文宇后二五仔表示 是自己无知把职业者给带了下来 文宇并没怪罪 他并告诉二五仔 我们抓紧时间赶紧把第三个宝箱开掉 二五仔给男人下令 第三个宝箱就在前面 你去把宝箱打开 然后把里面的东西给我 好家伙不得了 这箱子打开后里面竟然有金色传说 是一个技能卷轴 随即文宇便给男人下令 把技能卷轴给我 令人没想到的是 这家伙拿起卷轴就要跑 嘴里还逼逼着 对不住了 这东西是我先拿到的 男人的这一举动成功地引起了文宇的注意 好家伙直接一刀他就吃上了剧组的盒饭 事后文宇恶狠狠地说了句 敢对我的东西起贪念 找死 紧接着文宇打开卷轴开始查看 卧槽 竟然是虚化卷轴 空间系能力 可以暂时虚幻身体一部分或全部 用来穿透任何物体 文宇收下后告诉二五仔 这东西虽然没办法吸引变异兽和丧尸 但比骨香更稀有 李镇长 我欠你一次人情 二五仔敢怒不敢言地表示 不敢当不敢当 这本应该是文兄弟的 临走前文宇询问二五仔 你带来的那个人手下有没有家人 还有一个弟弟 不过是个傻子 没有转职的那种 文宇听后告诉他 嗯 那你去杀了他吧 已决后患 知道了 我马上就去安排 回到营地后文宇躺在床上开始休息 终于可以休息下了 才刚躺下门外就传来了咚咚咚的敲门声 文宇大哥 我来给您送点吃的 文宇大哥 我叫白飞飞 打扰您休息了 卧槽 美人机啊 营地里竟然还有地罩杯 很显然文宇有些把持不住了 他嘴上告诉女人 让他把东西放在桌子上 内心里估计想要他嘴对嘴味吧 文宇见女人放下东西后 没有离开就质问他 怎么 你还有事 没什么大事 就是想和文宇大哥深入交流一下 我听说了明天将会发生的事情 如果文宇大哥不嫌弃 我们做个交易如何 我有个弟弟叫白小安 他根本走不出叶灵阵 我想请你保护我弟弟 代价就是我自己 说着直接把文宇铺在了床上 整得他都不好意思了 这女人竟然想用身体交换安全 我自己都没把握能在明天冲出去 还想让我带上的累赘 怎么可能 只好拒绝了他 这个不行 你走吧 听到这话后女人直接跪下了 文宇大哥 求求你 只要能救我弟弟一条命 我做什么都可以 不想回应他的文宇 只好召唤出了狗子 狗子一声怒吼 直接给他吓跑了 女人走后他开始庆幸 还好我一直坚定 不然明天精力都不够用了 第二天二五仔就把所有人聚集到了一起 各位亲人朋友 我们叶灵阵已经被变异植物包围 今天让你们出来 我是要带大家冲出封锁 前往隔壁安全的柴河镇 说话间 突然周围伸出了几根藤腕 把几个群众拉了进去 文宇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不好 那些家伙开始出现了 受到惊吓的人们开始了四处逃窜 他们终于下定决心要跟着二五仔一起突围 各位 时间已经不多了 现在我给你们两个选择 要么跟看我冲出去 要么留在叶灵阵等死 想要冲出去的站在我的左手边 想要留下来的站在右手边 结果是出乎意料的整齐 所有人都选择要突围 就这样一群人开始出发了 路上文宇告诉二五仔 前面就是变异植物的封锁线了 李镇长让大伙注意点 二五仔下令后车队开始了急速的行驶 但周围并无异常 而文宇突然说道 等等 好像有点不对劲 我上次来这里的时候 变异植物早就对我动手了 但现在安静的有点过分 咱就说你这嘴开过光吗 刚他妈的说完 藤腕们直接就冲了上来 这也让他意识到 变异植物竟然等我们全都进来了 才发动攻击 变得越来越有智慧了 主角有光环自然是没事吗 但是其他人就不那么美好了 一瞬间数十人被卷了进去 文宇趁机告诉狗子 独眼 那些变异植物已经被吸引了 我们快走 好家伙 真是好家伙 四条腿的竟然跑不过两条腿的 狗子直接被缠了起来 文宇只好再次开始第二魂镜 把狗子传送了出来 独眼 没事了 我们已经冲出来了 这次多亏了营地的人吸引火力 不然还真是凶多吉少 而车队这边 孙瑞幸则在疯狂地斩杀着植物 大家快跑啊 我要坚持不住了 但这一切全都是徒劳 毫无作用 依旧有很多人被抓 腾万抓走了白小安 就当马上要抓到女人时 二五仔直接来了个英雄救美 二五仔告诉他 飞飞 念及你服侍过我几次的份上 我会把你们姐弟俩救出去 待会你跟在我后面千方别离开 笑死我了 原来两人是炮有关系 还以为这二五仔良心发现了吗 突围出来的文宇看向原方思考着 不知道他们能有几个人活着跑出来 感谢观看